许多人可能认为NVIDIA的人工智能繁荣是一件新事物 实际上,它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而且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NVIDIA已经涉足人工智能领域超过10年了 根据S&P全球市场情报公司编制的记录 该公司早在2006年就开始向投资者推销其工人工智能开发人员使用的Cuda编程语言 这项技术为销售曾经主要用于视频游戏的图形处理器的业务奠定了基础 这些图形处理器现在被数据中心运营商购买,以获取更先进的计算能力 NVIDIA的数据中心业务五年前突破了每年10亿美元的收入大关 最近甚至已经超过了其视频游戏业务的规模 然而,最近的数字令人震惊 NVIDIA在周三报告称,其第二季度财务报告显示收入为135亿美元 使其三个月前的强劲预测110亿美元看起来就像是历史上的低估 与去年同期相比,NVIDIA的业务基本上扩大了一倍 几乎完全是由于对公司最新的人工智能芯片的激增需求 这些芯片被科技巨头购买,用于构建生成是人工智能服务 这种需求使NVIDIA的数据中心收入在最近一个季度达到了103亿美元 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六个月前该业务的季度收入还不到40亿美元 周三的报告远远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分析师们曾预测第二财季的数据中心收入将略低于80亿美元 这一惊喜进一步推动了股价 该股价自年初以来已经翻了两番多 使NVIDIA成为首家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芯片制造商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上涨了6%以上 这样的繁荣显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 但NVIDIA在周三晚上强烈暗示它的成功远未结束 该公司预测当前财季的收入约为160亿美元 几乎是以前曾报告的最高季度收入的两倍 首席财务官克莱特·克雷斯在公司的盈利电话会议上表示 他们的需求可坚信延伸到明年 并且他们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内将能够增加芯片的供应量 首席执行官詹森 黄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说 我们的出货量远未接近需求 NVIDIA的最大客户似乎也同意这一观点 在他们截至6月的季度财务报告中 微软、亚马逊以及谷歌和Facebook的母公司都表示 尽管在其他领域适度控制资本投资 但他们有意继续投资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力 微软是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先驱 该公司在6月季度的资本支出创下了89亿美元的历史记录 而且该公司预计在新的财政年度 这个金额将逐渐递增 因为它加大了对AI基础设施的投资 NVIDIA在较长时期内最大的风险 实际上可能是它目前的惊人成功 该公司的人工智能芯片和软件 生态系统在竞争对手中遥不可及 因此具有较强的定价权 NVIDIA最近一个季度的调整后运营利润率达到了58% 是至少十年来最高的水平 也是公司在前八个季度平均39%的水平上的急剧增加 这样惊人的成绩将激发更多的竞争 高级微设备将于近年晚些时候推出新的人工智能芯片 已与NVIDIA竞争 而谷歌、微软和亚马逊等公司也有自己的内部芯片项目 旨在减少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 在谈到最新的生成是人工智能系统时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在本月早些时候的盈利电话会议上指出 市场上只有一个可行的选择 供应也一直很紧张 他借此机会推崇了亚马逊自家的两款内部芯片 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二代 但贾西还指出了NVIDIA的最新人工智能系统 被称为H100 是亚马逊自家云计算客户需求增长的强大动力 没有其他零部件供应商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 对于NVIDIA来说 供求关系目前明显有利于他